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直播的主办单位就是iLifePost爱生活专业 它是新生活报的专属脸书专业 创立于2016年 是为了更快更全面的接触更多的读者 而新生活报是创刊于1972年 至今已经有49年的历史了 接近50年的历史 一开始是三日刊 现在已经转型成周刊 内容加倍除了过往包罗万有的民俗内容之外 现在还加入政治跟时事评论 绝对值得大家的支持 在马来西亚半纸媒绝对不容易 所以独有们 观众们记得like和follow爱生活的Facebook专页 还有订阅新生活报 如果你喜欢看报纸的话 绝对不可错过新生活报 当然我们的直播也会在南洋商报 也会在陈诚 陈哥的平台 还有我自己的平台都会同步播出 不管你在哪里看 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那个专业 或者是那个YouTube频道 点赞或subscribe 好 我们正经800 因为现在已经有接近200万的观众了 一年半的时间有200万观众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 不到一年 不是一年半 大概一年的时间有200万的观众 谢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我们也推出了广告冠名服务 如果商家们想要推广生意和产品 可以联系我们的爱生活专业 或者是联系V命 电话号码是012-315-5532 说完开场牌之后 在介绍我们的嘉宾之前 当然就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也就是我们Gintel 马来西亚最大的按摩椅 跟健康器材的生产公司 是马来西亚本土品牌 不是新加坡的 不是中国的 不是泰国的 就是马来西亚 而且是最大的本土品牌 已经有25年的历史 全国有108家分店 现在他推荐最新款的按摩椅 就是S5 S5的按摩椅 是刚刚推荐最高科技最新款的按摩椅 现在有独家的推荐优惠给大家 就是折扣55% 原价要17988 17988元的按摩椅 现在折扣55%给你 只要8000多块就可以买到 而且还送你一台健身脚踏车 室内的健身脚踏车 价值2000多块 绝对非常的值得 非常的划算 所以我们在请龙哥出来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影片 好像只有10秒钟 看一下我们这个S5的产品 华哥有请 就是短短 非常有powerful 为什么 就是这个椅子是现在要推荐的 非常的美观 非常的大气 而且是最新款的科技 想要买按摩椅的独有 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个独家的推荐优惠 好 介绍我们的广告商之后 电话号码是580-012-580-5025 在我们下面的跑码灯一直都在跑 想要购买可以打电话去联系 不用怕疫情不能去 他们可以上门来给你刷卡 订购都可以的 而且有三年的免利息分期付款 一个月只要给200多块 300块就可以享受到特级顶级的按摩 跟外面人手按摩 我跟你说 我自己家里有两台金跳的按摩椅 三台啊 现在多一台沙发型按摩椅 跟你说跟外面的人手按摩差别 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值得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想喜欢按摩的人的话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好 介绍完我们的广告赞助商之后 也谢谢我们的金跳广告赞助商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就邀请我们重量级嘉宾 这位嘉宾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山鼻祖 一开始就是我跟龙哥 龙哥龙耀福两位一起开辟这个节目的 然后现在也已经有一年的历史了 但是很遗憾 今天是龙哥的告别座 所以我们的主角必定是龙哥 现在就邀请我们又帅 又有知识 而且为什么他离开 因为他的公司越做越大 他越做越大 搞不出时间 挤不出时间了 所以他暂别我们的节目 现在就邀请龙哥上来 所以今天刚好是龙哥的专题 我们要谈除了谈马六甲周选 除了谈Dima这个Whiskey之外 还有就是谈今天的budget 明年的budget 年度预算案 这个是龙哥的专场 所以现在邀请 隆重邀请我们的龙哥上来 很伤心 他今天暂时最后一次跟我们一起直播了 龙哥 是的 感谢伟翔 伟翔每一次都给我很大的帽子 抬举到我实在太开心 太爽了 真的是 各位 这个真的是 由于小弟的业务 非常的繁重 无法再继续跟伟翔 并肩作战 今天是小弟最后的一次的告别座 在爱生活的 但是我依然会跟大家一样 成为观众 继续为我们的尾翔 还有其他出色的评论人 来为他们加油 而成为他们的观众的 iLife的这个节目 当然是改变了很多的评述 政治的一种方法和方式 我们完全都是没有这个稿件的 完全就是凭着自己对这个政治的一些敏感度 或者是一些看法 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平台里面去讲的 那我们就直接去讲第一个课题吧 好吧 就讲这个国阵亚洲竞选机制 这个被罚款这个一万零级的国阵 如果你在国阵强大的时候 怎么可能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 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多党制的一种情况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民主来讲 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也是我们很多人想看到的 就是说你有罪 你也应该公平的被罚款的 尤其是这些 所谓以前都是一些老牌的政党 权力非常的大 那就算你犯错了 你也必须是要跟一般的人一样都是受到的处罚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了 希望这个可以延续下去 当然在这边我要特别highlight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的政治里面的一个斗争 尤其是这个国阵 那想下给他们罚款的那个部门是什么部门 卫生部 那现在谁是卫生部长 凯里 凯里是谁 凯里在这个巫统党里面 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家伙来的 对不起不要讲家伙了 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领袖 OK 那这个东西当然对于凯里来说 他的这个付出的这个政治的代价实在是还蛮高一下的 但是他也因此塑造了一个更良好更美好的一个形象 那对于党的一些内部来讲 当然是会肯定讲他不是的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国家的机制来对付回我们自己人 因为政党的意思就是画地围圈 就是说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人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对付我们 我们会跟你凯里 没完没了 你这个不忠不争的 XXX 当然你可以想象后面的字眼 可以这样子写 这是一般政党 对于凯里 做出这种行动 做出这种行动 对付他们的这种行动的一种正常的一个反应 那我在这里是比较 比较可能担心一点的 就是这个卫生部长凯里在党里面接下来的一个前途 因为毕竟他已经在党里面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再加上这一次我们贾州竞选还没有出战 你就夹着外面的人来送我们一张牛肉干 你凯里是什么居心何在 所以你会给党里面的人兴风作浪 使到他的这个阵途更加蒙上一片灰暗的情况 虽然他现在是成为卫生部长的情况 这个是我可以给大家在这件事情里面另外一个角度 那伟像你有什么看法吗 同一龙哥所讲的啦 但是有一些人其实 我们要搞清楚一点 这个1万块罚款的 不是因为违反马六甲周选的SOP 因为他不是在马六甲被罚的 他是在吉隆坡被罚的 其实他是违反抗议SOP 所以其实卫生部是先罚了在野党 先罚了西蒙 然后大家就讲 你看你针对我们 为什么你罚我们没有罚国阵 然后他就也去罚了国阵 但是国阵其实不是在马六甲被罚的 所以其实也有一点像是 就是两边各打58掌 要做一个态势出来 但是老实讲啦 我们都知道了 马来西亚执政党的权力是很大的 然后也不会公平的行使他的权力 所以现在这个周选 他禁止公开的拉票 禁止去举办这些chrama 或者是举办宴会 跟政治有关的活动 一切都禁止 肯定受最大影响的还是在野党 像以前我们都知道 2018年选举的时候 选委会他说他是公正的 可是他去 他说这个选区 如果不是这个选区的人脸不能上来 像之前马哈迪的脸就被剪下来了 那时还闹到很大的风波 你看执法都有针对性 这个就是政权握在手中的好处 所以巫统深知要 刚才卡了一下 乌统深知要把政权握在手中的好处 他以执政党的优势进入大选 这个优势是极度巨大的 然后 我卡了是吗 还有卡吗 听到 这里听到 现在好 所以西蒙蠢就是存在这点了 他们认为把政权交给巫统了 来迎接大选是一件好事 这个是蠢事 其实慕尤丁土团 如果还握着首相位置来迎接大选 我告诉你 巫统的土团会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现在权力在巫统的手上 巫统你看 这次贾州选 他完全不离土团 慕尤丁一直放话放话又放话说 我走了 你们再不谈我走了 我要走了 我真的要走了 他讲了三次 我还发了一张图片调侃慕尤丁 要走就走 你连续讲了三个礼拜 你要走 你要全面开战 结果都没有 因为慕尤丁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 可是他肉在砧板上 因为他没有权力 所以他就只能这样子一直放话 所以 现在巫统的胜算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比之前慕尤丁执政的时候还要大 本来已经大了 现在还要更大 所以这是西蒙的劣势 当然讲到马六甲周选 今天终于终于终于确定了西蒙的两大事情 第一个就是一席分配 终于谈妥了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 第二个终于统一标志了 统一标志这个是早早就应该定下来的事情 巴卡丹哈拉班 执政了之后就已经注册了 然后补选也是用巴卡丹哈拉班的标志来竞选 但是 为什么 过了这么久 你们还要讨论呢 不要以为现在你确定 当然是好的 持总比 没到好 这个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现在才决定 其实你的竞选机制是推迟了 竞选机器不敢开动 你知道打选战你要印布条 要印传单 要印文宣 上面到底要公正党的标志 还是西蒙的标志 你今天才决定 其实是慢了 我有很多基层的朋友 他们之前都不敢挂旗 因为怕被打脸 如果我挂了 你说要用公正党的标志 所以 这给我们看到西蒙 真的不知道他在享受 为什么这么简单 应该连想都不用想 最basic的东西 你们都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讨论 这是很愚蠢的 公正党一直自以为是 想要用自己的标志来上升 这个是最令人想不通的 如果你想要用自己的标志 那你就不要西蒙 你要西蒙 你还用自己的标志来干嘛 你当其他两个党是废的 只有公正党可以用 但算性 万性 公正党有退让 终于在今天宣布用统一的标志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已经慢了 这个慢其实是自己拿来摔的 根本不需要 然后第二点要讲的就是 议席分配 陆兆福 林冠英 郑国秋 邱培东 我讲的这些人 邱培东是马六甲的州议员 然后是马六甲的竞选 行动党的竞选主任 这是贾州选的竞选主任 郑国秋 是马六甲州主席行动党 陆兆福不用说 组织秘书 未来的秘书长人选 林冠英是秘书长 这四个人不约而同 在过去一两个礼拜 都说行动党一定会加多一两席 我们肯定打巴西 还会有额外多一两席 你看今天宣布 行动党可以说是被打脸 只竞选巴西 原封不动 这是一个角力的过程 然后根据我收到的消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 因为在谈判的时候 安华说我让一步 我们不用公正党的标志 我们这次test看西蒙的标志 好不好 我让一步 你也让一步 一席 我 这个一席 你们就不要拿了 你们八席 全胜已经是很好了 就给我们 所以你看公正党 拿到十一席 承信党拿到九十 行动党一席都没有加 多出来的六席 三三分配给他们两个 还有第二个行动党让步的 表面上西蒙标志出来 对行动党的一个主张 是获得了实现 行动党一直很强硬 也幸好行动党强硬了 要求这个西蒙的标志 所以这个他们赢了 但是他们输了两个东西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输了两个什么 第一个选区分配 我已经说了 第二个就是收青蛙的 现在青蛙进入公正党 进入承信党 以西蒙的旗帜上升 这个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了 可能Nohiza没有的上 但是行动党的立场 也一直都是这四只青蛙 不只是Nohiza都不应该用西蒙的标志 如果这四个青蛙 三个青蛙 他们还以西蒙的旗帜上任 行动党的选战其实是蛮难打的 所以行动党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所以当然行动党还是西蒙三党 在马六甲最强的政党 公正党跟承信党在2018年之前 连一个州议席都没有赢过 在马六甲一个州议席都没有赢过 所以他们是很弱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很弱的党 他们知道自己弱 他们要拉这个前大臣 要拉巫统的人进来 希望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力量 但是我还是不乐观 在这么多争议 西蒙也不同心 一个小事情要吵到这样子 然后要放话又放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些内幕 我本身收到很多这些内幕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马六甲周选 其实我是不乐观的 行动党应该就是四五席 不可能再有上届的辉煌 公正党诚信党可能就一两席 所以这个是我对马六甲周选的看法 再交回给龙哥 好的 我们就 我这边就没有太多的补充了 对于马六甲的补选 因为这个课题 我们已经在上周都已经有评论过了 那我们直接跳下去今天的大戏好吗 还有一个低马风波 才到财政预算案 龙哥 我太期待这个低马风波 我太期待这个财政预算案了 对 低马风波是一个 低马风波是一个很头痛 我也觉得很搞笑 很无厘头 很没有 对国家很没有帮助 没有意义的东西 纯粹我觉得是一个闹剧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买低马来河 最近我去找的话 也发现到断市了 这个我相信是对低马这个酒的品牌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当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在发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了过后 把他的这个名字可以扯到他的神 扯到各种各样侮辱他的 他们的文化等等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一个无知的一个世界 那实在是无法想象到 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文机起舞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原本他这个课题是应该告一段落的 我还蛮欣赏的就是这个 至少相当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那欣赏就不敢讲 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党的这个鼠里主席 段伊巴勤 他至少以一个部长的身份说 这个D马跟人的名字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大家就不要太过的大惊小怪 原本这件事情就应该是告一段落的 哎呀 脸都丢了了 你就好好收下去了 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风波是越演越烈的 甚至给一些有心人士 一些右派的一些很极端的 他们就去拿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敬酒的一个借口 OK 就是要开始去管制这种酒的买卖 那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了非回教徒的一个人生的自由了 那我本身并不是鼓励说每个人去喝酒 这些应该要有这样子 但是你不可以去用你的宗教套在人家的身上 然后用你自己的那一套去管制 去规范人家 那这一个跟他们之前打打闹闹 这种闹笑话 抵骂变成先知的女儿等等的这种事情 自己丢脸的事情 是两码子不同的事情 因为现在他们要用行政的力量去管制 管制非回教徒的一个人生自由 那这个就有点过火了 这个就不应该发生 而且应该是要更严厉的去做反对的 那很可惜的是 当然这个私营公司毕竟是私营公司 你遇到这个官去跟你来 毕竟他当官嘛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政党毕竟是在官的体制里面 在这个中央政府的体制里面 在制定政策方面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发出这个声音的人 是他们的青年团的领袖 那这个更加是可以反映得出 当一党加入政府了过后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政策 你不得不去要聆听 甚至是遵从这个一党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说法的 那其他的党根本是没有心 或者是有心也无力去阻止的一种事情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讲起宗教来讲 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谈了的 不用谈理性 不用谈这个事情的真相 也不用谈这个是不是 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自由 那反而就是说 你这个Dima就是违反了我 就是违反了我 我觉得它是一个 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个 先知女儿的名字 你触犯了我 那是不是说其他 Chap Dima的那个咖啡 也是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呢 Chap Dima的咖啡 也会触犯了条例呢 所以这些都是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它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动作来的 至少我们在 在以前的政府 是看不到有这么野蛮的东西 OK 当然现在这个联合政府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 我很难想象就是 当这个伊党在进一步扩展的权力的时候 它会做出一些 更加奇怪的一种事情 尤其是伟祥多次有反对的 有讨论过的这个355 这个让文当文当 这个事情 那更加是我们比较焦虑 可能会担忧的一个前景 我把时间交回给伟祥 真的这个课题 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像昨天还是 昨天在国会 公正党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个底下要特别讲一下 公正党的女性国会议员 他说你 就等于你在喝马来女性 好像占马来女生的便宜一样 Come on啦 Dima是西矿 我们Dima不是拿来喝 是拿来correct的 这样correctDima是什么意思 是喝马来女性 correctDima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出那个加头鹰的金手指 那有一点18斤 这个根本就是废的 Dima是一个西矿 所以这些保守派分子 他们完全不需要逻辑 他们就是要上纲上线 抹黑逗臭 然后把这个事情来扩大化 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所以卡利沙曼 承信党的国会议员 因为我很佩服的国会议员 但是他给保守穆斯林骂到半死的国会议员 就是卡利沙曼 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 他讲得很对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炒作起来的课题 根本都不logic的 你一直说要我们 就是要我们加强马来文的运用 你要我们招牌放马来文 一定马来文不可以 一定要最大 不可以小过中文字或其他文字 然后你的招牌路牌一定要马来文 马来文为主 这些都OK 没问题 是对的 因为国文是我们的马来文 大家千万 马来文是我们的国文 大家千万不要看不起我们的国文 我们应该精通马来文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你鼓励我们精通 现在我们用马来文来做生意 马来文做成招牌 做成一个品牌 而且国际出名了 你却说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所以你想一下 现在我们用罗马字母聘名的 马来文都这样子 如果像之前鼓吹的爪夷文 就是前一版的马来文 是用爪夷文来写的 你想争议会不会更大 你用阿库安的字母来写 来放在酒上面 争议一定会大 所以保守穆斯林 他们这些完全是不用逻辑来进行的 完全是不用逻辑的 这个应该群起反对 完全是不可以妥协的事情 你说如果我真的是拿 Nabi的名字 这个肯定不可以 但是我是拿Dima Come on 我是拿Dima Dima是一个很普通的马来文字母 小学生都知道的马来文字母 你却要这样子上纲上线 扯到Fatima 扯到马来人的头像 明明他是英国人 所以不应该退让 完全不应该退让 刚才龙哥有提到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喜来登政变之后 上台的是95%以上的马来人 穆斯林政府 所以他们必定会拿这些酒 堵来开导 必定 所以大家看到吗 MCO到现在已经进入Face 2了很多地方 但是酒吧是不能开导 除非你是用餐馆的执照 如果你不是餐馆的执照 你是Pub的话 你是喝酒的地方 到现在还是不能开 全世界都开了 连按摩肌肤接触的都可以开了 电影院也可以开了 完全封闭的 但是酒吧不可以 当然还有各个州议会 县议会他们去敬酒 然后禁止酒 禁止酒牌 像雪兰儿也在敬酒 因为他们在竞争 竞争谁可以更去讨好这些马来木斯林 他们必定会拿酒来开刀 这个是肯定的事情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沙比里上台之后 动作越来越大 有没有发现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第一大选要到了 大选要到了 他们要讨好他们的声率票仓 他们要刻不容缓 时间不够了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 沙比里政府回教党的比重是大大增加的 回教党的比重是大大增加的 尤其回教党在沙比里做首相的时候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回教部长职位 所以刚刚龙哥提到的RUU355 这些 沙比里也说他同意 我们要提升回教法庭的权限 跟民事法庭一样 这个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们为了选票 为了政治 根本不管国家的未来 因为在保守回教 保守宗教路线是没有回头路的 你一走就一路走到底 没有的好回头了 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感到非常生气的事情 为什么沙比里政府可以上台 然后沙比里政府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到真的是痛心疾首 而且很可能 巫通在沙比里做首相之后 来一届大选会大胜 就是龙哥更担忧的 大胜了之后 他们会发现这条路走得通 我们走这样子极端 针对非穆斯林的自由的事情 真的可以买到选票 所以我们会再继续这样子走下去 这个是更令人有心的 而且很可能他们下一届大选会大胜 所以很头痛 而且这次低骂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只是回教党在保守 回教党当然说了很多废话 回教党当然说了很多极端的废话 关于这个低骂的事情 现在应该好了 其实不只是回教党 不只是回教党 国政这边也有开明的 这个尾翔那边是完全断线了的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尾翔痛心疾首 来尾翔 我们这边听到你的声音 我快快结束这个课题了 就是其实西盟里面 国政里面也有开明的 像Azalina这些 我们应该大力支持 西盟里面也有 陈信党是最先挑起这个课题的 然后一直追击一党 所以一党不得不回应 然后说这些废话 其实最先挑起的是陈信党 当然Kali Samad是开明的 但是陈信党里面 也有很多这些僵化思想的人 包括公正党 说那个Dima是Fatima 是好像在喝马来女性一样 是公正党的人说的 所以这些废材 我们真的希望行动党 你作为一个大党 你作为开明路线的捍卫者 包括马华 作为开明路线的捍卫者 在这样子的事情上绝对不可妥协 所以我绝对不同意 Dima要换名 现在Dima说我们会考虑换名 当然考虑还没有决定 他跟政府谈了之后 还没有决定 但我说他根本没有错 政府要告他 要逼他是逼不到的 马来西亚根本没有这样子的 法律可以逼迫你这样做 可是他可能想 我们也不要跟政府硬碰 既然你要我换 我考虑一下 我回去开会 我真心希望他不要换了 如果他换了就有一个惯例 一个定例在这里 以后这样子的事情 Dima可以换 为什么你不可以换 所以Dima是开明的 Dima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意见的 Dima是可以跟穆斯林和平共处的 你这个品牌 你不愿意妥协 你不愿意换 你是极端的 反而变成我们是极端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推浪的 所以邓章青有说 我刚刚很敢看新闻 有看到邓章青说会杯葛 我同意 如果是我现在也有买Dima 而且我不是在这个事情的时候买 我在之前就买了 因为他其实在去年就拿到奖牌了 我买了一箱 现在在我家 我没有喝 其实是买来请朋友喝的 但是如果他改名 这个是一个很错很错的事情 我也会杯葛他 我也会不支持他 所以在这里我强烈的呼吁 你绝对不可以改名 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退守 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立下一个不好的惯例 不可以 别人太过敏感 你去endorse他的太过敏感 他这个太过敏感就变成了正常 你没有这么 变成不正常 所以这是不能退守的事情 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龙哥的主场了 我们要龙哥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看财政预算案了 不过财政预算案进来之前 当然先看一下我们的广告 Gintel 25年历史 马来西亚最大的保健品牌 推出了55%的超值优惠 还有送你一台健身脚踏车 价值2000多块 还有两年的warranty 还给你三年免利息的分期付款 哪里找到这样好看的事 找不到 只有我们的Gintel 大力的支持我们的直播 所以来这个S5按摩椅的推介优惠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5按摩椅 颜值非常高的一台按摩椅 想要购买 可以联络012 580 5025 或点击我们直播下面的链接 华哥有请 好就是这台S5按摩椅 是最新最新的按摩椅 想要购买的朋友 联络012 580 5025 或点击我们直播下面的链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讲题 也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就龙哥你尽量去讲 你的主场 也是你的收官之战 龙哥今天真的是花了一整天 在听这个预算案 我们就听一下龙哥的分析 也刚好是他的专长的领域 龙哥有请 OK感谢感谢 大家听了这个蠢人蠢事过后 我们就要听一些关于 关系到我们钱包 关系到我们接下来 这个生活的重要事情 就是年度的大事 国家财政预算案 今天这个国家财政预算案 的确是有很多的重点 在这边 只是我这样子单单记录下来 都有差不多50多个的重点 当然我不会在这边 跟大家一一的去讲完它 我是从一个很positive的一个角度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听了这个财政预算案过后 会对这个接下来的经济 会有一些的 一点点的希望 毕竟这份这个财政预算案 它所画出来的这个大饼 是相当的正面的 尤其是它预测 那我们看好几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 它画出的这个国家经济成长 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 导致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 是非常的缓慢的 尤其是今年 预计会在3到4%里面 非常的一个不乐观的一个情况 大家也知道很多的商家 都面对很大的挑战 那但是它在财政预算案里面 我们却可以看到 这个财政部长 他画出了一个5.5到6%的经济成长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这个政府 他非常的乐观 他看待这个国家 将会走向这个后疫情的一个时代 assume that everything is smooth and positive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去走的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5.5到6%的一个高成长 那当然也有好几个重点 大家在明天的这个新闻报纸里面 都会看到的 尤其是这个发展的开支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情况来的 就是我们的财政运算案 终于看到这个发展开支 是增加了的 增加了的 从690亿去到756亿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发展开支就是 国家这个政府 使用这笔钱来推动一些计划 推动一些项目 推动一些基础的一些工作 那经济才会成长嘛 那比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1块钱 在建筑一个东西 1块钱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发出的那个效应 是10块钱 1块钱在建筑 一个工程里面 但是它却有10块钱的这个效应 怎么说呢 这10块钱的效应是怎么样呢 包括了这个建筑材料 建筑工人的费用 包括了这个住宿 等等 包括了这些用料 grocery 交通 这些东西都会延伸一个 叫做impact的 一个effect在里面 所以这个发展开支 一直以来都是很悲观的 但是这一次 却是有一点的增长的一个情况 OK 虽然它比起以前都是少了很多 因为我们主要很多的财政的预算 都是用在这一个公务员的薪水 或者是支付 要聘请公务员这样子的情况 它接近了差不多 占了整个普通的开支 占了差不多有六七十%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纠正我如果有看错的话 但是在发展开支方面 以往最高峰是曾经占财政预算案的30% 但是现在的比例也不是说太多 但至少有增长的一个空间 接下来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国家的收入 今年预料是2200亿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数目 明年它会预测更高的一个收入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政府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是觉得这个疫情是可以过的 OK 大家的经济是可以开了 经济是可以重新去启动的 OK 那事实上是证明了 我们的这个经济也开始有复苏的迹象 除了做旅游业的朋友 我实在是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同情 因为旅游业方面 还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还是不敢去出外 去出游的一个情况 虽然你看到很多人去公园 这样子玩的情况 但是真正的这个旅游业 它需要这种导游 司机 交通 然后出国 航空业 甚至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云顶 等等的情况 它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准 所以说这个旅游业 可能在这么多行业里面 还需要稍微等一等 但是其他的行业的确是开始有 复苏的一个情况 那说起我们的国家收入 政府预测明年会增加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那些钱 我们就要开始想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政府也蛮有创意的 首先当然刚才一听到的很多大公司 它就会跳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政府开始像这种大型企业 我可以讲开刀了 征收一个繁荣税 这样都给它想掉 就该抹没 OK 1亿零级可征税收入 这个征收24%的 哇 如果你的这个超过一零级的话 将征收33%的税务 哇 假了 OK 原本你24% 你收入超过一零级 哇 就要收你33% 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撼跟震惊的一个东西来的 那我们星期一看一下哪一些股票 狂跌你就知道哪一些公司 它是重要的了 看起来蓝筹股 是首当其冲的那一种 OK 这个就是像大公司开刀的那一种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政府也是在这次的预算案里面 为了要增加这个收入 也开出了很多这个 这个叫什么创意啊 包括那个电子烟呢 它要跟你收这个电子烟 要收1月1日起 然后你有吸那个电子烟的话 以前你不用缴税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一毫升 从40线增至10级20线 换句话说是三倍啊 如果数学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三倍 那还有我们最喜欢的Grab 最近很红的几个Shoppy Food 这些电招的外送服务 哇 从明年7月1日开始 也会将增收6%的服务税 那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对我来讲就是 这些平台里面 你想再找回好像以前 这样便宜 或者是人家甚至丢价 亏本卖的东西 从明年开始 当这个税务一跑的时候 基本上是看不到了的了 因为你要给多一个6%的服务税 OK 那无论你多便宜都好 你加个6%下去 那个是等于你的profit margin 是没有了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料说 这个电商平台的那个竞争优势 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点 如果你对于做电商的朋友来讲 这个听到了 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消息来的 OK 当然也有很多好消息的 那这个好消息基本上是 Cover 东马 西马 还有北马 南马 男的 女的 老的 年轻的 都有Cover 每个人 或者是 这些医疗的费用 等等的东西 基本上都有Cover到 OK 那就看你本身 在这个预算案里面 可以拿到多少的一个优势 那虽然讲起 有这些 这个budget里面充满了一种希望 还有一个希望 还忘记讲的 就是说这个经济成长 我的看法是还 其实我们的国运 还蛮不错一下的 像这个经济成长 他预料6% 可不可能 你可能觉得他吹水 但是你想想 最近的这个国际的形式 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讲 是一个好事来的 真的是一个好事 那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子产品 我们以出口为主的 电子产品 E&E 这方面 晶片大缺失 马来西亚突然间就成为一个 国际的一个焦点 贸易的一个焦点 出货出不及 不只是缺货 连价钱也很高 那这些都是对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出口 这个semiconductor 为主的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第二点就是石油价格 目前应该是在80块 一桶左右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 在石油税里面 已经是赚很多很多了 所以整个的局势 从我们这几年都经历过一些 很多很不好的一些事情 都开始转向一些比较正面的情况 再加上我们的原油 原产品 这些价格 如果你有原地的 油中的 我相信你最近也是笑呵呵的 对吧 那个价格标到这么的高 这些都是马来西亚 出口为主的一些产品来的 那它会不会继续推动呢 如果价值 那个价钱 目前的情况来讲 是没有降低的一个优势 所以它还会继续拉动 我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的 OK 先不要谈政治的东西 我们完全就是从经济的角度 然后这个预算案的一个角度来讲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也是有网民有讲到 虽然是一块钱 可以带动这个十倍的这个效应 但是也包括了贪污里面的一种情况 是的 虽然它画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大饼 但是这个政府也要有那个执行的能力 我是认同的 OK 如果整个计划画到这么漂亮 画到这么的好 但是你在执行的时候 却是翻熟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浪费时间的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发展计划 发展开支 虽然它可以推动很多的这个经济 但是如果你当中本来是100千的东西 然后你干捞了里面80千 那等于是20千在推动罢了 也是等于是浪费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浪费了这么好的资源 当然也有人说马来西亚一路来都浪费了这么好的资源 OK 那还有几个挑战我再补充 这最后的我们交回给韦翔一下 我认为这次财政预算案也是充满了几个不同的变数 虽然它画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大饼 OK 每个人看到了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面 说明了我们要进入复苏的情况 但是这个疫情其实还是在存在着的 OK 尤其是这种变种的疫情 究竟会不会加重或者是严重的 严重下去的话 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国家发展 国家的经济就不像现在财政预算案所说的情况 这个财政预算案是建立在疫情逐渐向好的一个基础上 如果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情跟打击的话 那不只是国家经济没有办法很好的成长 甚至我们都不懂要怎样应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凯值 这个是比较担忧的一个情况 OK 我就把时间交回给伟翔吧 我补充一点点我的看法 龙哥刚才很详细的进入里面去讲 我就不会像龙哥这么详细 毕竟我真的我还没有详细的去看过 但是我简略的看过 我有几个我觉得特别需要点出的东西 我们今年的财案是历史以来最高 比上一年还高 上一年已经是历史以来最高了 我们看一下西蒙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西蒙最后一个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总开销是2970亿 去年增加了整整接近300亿 变成3225亿 今年又在这个基础上 增加了几十亿 到3321亿 你算一下从西蒙到现在已经增加了400多亿 所以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是很糟糕的情况 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的借贷比例也很高 大家还记得吗 政府刚刚通过把马来西亚政府的借贷比例增加多5% 本来我们只可以借60%的钱 现在多5% 我们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你还来一个这么大的预算案 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020年度的总开销 刚才我有说是3321亿 但是政府的总收入才多少 政府的总收入是2340亿令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销是越来越多 但是收入是越来越低 我举个例子 在2020年西蒙提成的 2019年提成的2020年预算案 他当时预估2020年政府的总收入是2445亿 2445亿 但到今年政府预估的是2340亿 少了100亿 却多花了400多亿的钱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是多么严重的情况 你想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政府正在做的 所以我们财政赤字的预算案 我刚才我在说赤字之前 我们的GDP借贷比例 已经从西蒙时代的52.5% 提升到今年 2019年是52.5% 我们国家欠的钱 跟我们国家一年可以创造出来的经济总值 也就是GDP 国内生产总值 GDP 52.5% 是2019年 2018年的时候 更低51.2% 但今年已经提升到63.3% 本来我们的法律规定 政府不可以借贷超过60% 已经是很恐怖的60% 但是政府又提高了5% 再这样下去 可能多两年 我们又要多提高5% 又要多提高5% 那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只赚3000块 而你赚2000块 你再花3000块 然后你借的钱 是你一年收入 总收入的63.3% 而且不是你自己的收入 不是政府的收入 是整个国家的收入 就是你家族的收入 是这么多 你一个人就借了你家族收入的63.3%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情况 然后我再给大家 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赤字 今年的赤字是6% 也是近十几年来最高的 在之前的数据 我没有去看 反正我现在放眼看去的数字 这十几二十年来 最高的财政赤字 去年已经是很高了 5.4% 今年直接来到6% 而且它的波管 还是史上最大的 所以这个6%比去年的6%还要多 而且去年是5.4% 我再给大家知道 在西蒙执政的时候 它的财政预算案的赤字是多少 3.2%而已 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 赤字3.2% 今年2022年的赤字是6%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遇到疫情 我们国家经济重创 所以我们要花多一点钱 OK 都是OK的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赤字是真正我们所看到的赤字吗 是真正我们所看到的赤字吗 像去年的财政预算案 预算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7.5%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也是 我记得好像也是在新生活报的直播 我直接批评你在梦里做梦 是吗 所以今年政府比较务实了 他没有说去明年又可以到7.5% 他说明年 我忘记是多少 好像是3.4% 其实今年的经济成长只是3.4% 所以政府以高估今年的经济成长来计算去年的开支跟收入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误算的情况 你根本没有这么多 所以去年的5.4% 根本是不对的 其实 后来 慕尤丁政府又提成了两三个附加预算案 真正的赤字是多少 他根本没有透明化跟我们讲 包括现在的这个6%已经是很高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后来还是会追加再追加再追加 明年中或者是甚至明年三四月 钱用完了 他又会来追加财政预算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的pattern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一连串数字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忧心 我个人是觉得很忧心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忧心 我们的钱 每年交税给了这么多钱 却给你这样子去撒 给你这样子去撒 当然今年有撒了很多钱 各种各样的好康 他劫富济贫 像龙哥刚才有说 1亿以上的大公司 1亿以上的收入 他会征收30多%的 所以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征收过30多%的税 因为我们是低征税国家 我们要吸引投资过来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优势 但马来西亚第一次寄出这么高的税率 证明政府真的是没钱了 可是政府没钱 他现在去杀这些脆下金蛋的金额 他却把钱这样子随随便便大撒出去 几十亿几百亿这样子撒出去 真的想起来是给人非常非常心痛的 你没有钱 当你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更应该剩花 谨慎的去花 而不是傻币 大傻币 我没有骂出话 傻币 真的是傻币 所以这个是很让人忧心的事情 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些 但是我们的国家现在好像没有反对党 好像已经没有反对党了 签了MOU之后 去年的预算案这么快就一年了 大家还记得吗 出现了一幕 令人非常非常生气的 在野党站不起来 而且那时是绝对有机会可以推翻政府的 可以通过反对这个去年历史以来最大的预算案 赤字最高的预算案 是有机会可以反对掉 然后把慕尤丁拉下来 把政权拿回来的 可是关键时刻 巫统有两个国会议员已经没有来了 关键时刻 在野党竟然15个议员都找不到 要站起来来投票反对预算案 结果用声浪通过 声浪通过就是一定会通过的意思 不用浪费时间 一定会通过 因为议长是必然亲执政党 因为他是执政党选出来的 今年一年就过去了 我看今年他们根本连想占的欲望都没有 直接就给他通过了 今年又比去年更大 预算案的数额又更大 赤字又更大 花的钱又更多 但是今年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西蒙真的没有看到 沙比里现在大撒币 沙比里在大撒币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收买选票 这个就是一个大选预算案 大选 马六甲周选现在可以举行 大选必然会在明年举行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选前的最后一个预算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大撒币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拍手叫好 但是我看了这个预算案之后 我自己是非常留心 非常担心的 再交回给龙哥 龙哥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是的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观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是问题 我们可以帮忙解答 观众提问之前介绍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这次的S5超能按摩椅是最新的 Gintel现在在推荐的 它有两个非常强大的重点 第一个是它的3D按摩球 可以向外伸展高达12cm 12cm差不多是这样长 我18cm是这样长 我大概只能 12cm大概是这样 可以伸出来12cm 所以它好像真人在按摩一样 然后第二个 它是可以智能声控 然后智能探索你身体 哪里泪来进行按摩 所以是最新最高的科技 然后它现在有55%的折扣 只要7,988块 就可以买到这个原价 1万7千9百多块的按摩 还送你一个价值 2千多块的跑步机 还有多一年的extend warranty 还有可以三年免利息的分析付款 所以你想要购买按摩椅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来华哥把影片放出来 我们短短的影片给大家 T-shirt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超级有颜值 超级美观大方的智能按摩椅 有请 好那我们现在就财政预算案就过了 我们现在就进入问答环节吧 Ricky令 繁荣税对本地商家有什么影响 反而外资企业可以得到10年的税务 繁荣税对外资应该影响不大 政府是不是要向本地企业开刀填补国库 龙哥有请 好的 Ricky这个问题非常的一针见水 他的问题跟我们这些一些巫统的领袖 或者是一些马来领袖整天在质问 为什么我们的股权这么少 但是你们这个华人要向你们华人拿更多的股权 那同样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外国人 已经是拥有本地企业超过40%的股权 完全没有看外国人 就只是自己内斗内行 外斗的时候就整个归孙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刚才Ricky的这个问题 他就跟这个concept是有一起同工之妙 他问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一个忍耐的 那他我觉得了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这个外国的企业 因为现在你要明白 中美贸易战在打折的时候 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中国的 本来在中国开场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商家 他们也开始流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在东南亚里面是一个最占优势的地方 原本马来西亚应该是一个占尽便宜的一个国家来的 只可惜我们政治的一个情况 加上很多外资对我们的一些不信任 没有信心 你其实换完政府 换了又换 你明白吗 我在这边开了场了 搞不好你半年后又跟我讲换了一个首相 又另外一个pattern跟另外一个规矩 对于一些外国商家来讲 他一投资就是几百亿或者是几十亿都好 他们都会有一个观望的态度 反而他们转去哪里 人工更便宜的越南 这个是非常深受欢迎 大部分的欧美的一些厂家都移去了越南 柬埔寨这些这样子的国家 他们觉得会更加的稳定 虽然他们的基础设施还不如我们 OK So 马来西亚的财政预算案在这一方面 就可以看得出它的用心跟努力 在对于这些外国的招商来讲 尤其是吸引那些高产价值的 那种creative或者是那种高科技的公司 他甚至是不惜丢出很多的这些优惠 那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你至少要绑着人家十年二十年 就好像当年这样 我知道大家很不喜欢哈迪这个人 但是这个前首相就在那个时候 他奠定了我们现在吃老本的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当时候在槟城 还是应该是在槟城 给一个十年还是二十年的一个 免这个优惠这个税务的一个政策 那吸引了很多semiconductor的公司 就在这边设厂了 而现在这个时机就是最确 这个semiconductor的时候 晶片的时候 马来西亚就突然间成为天智教旨 甚至你也看到有些外国的媒体讲 一个是马来西亚 另外一个国家我一下子忘记了 他讲这两个国家是决定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晶片能不能快速 恢复需求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当他下一种政策的时候 其实是影响十年 二十年的 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 Ricky来讲 非常有充的 龙哥回答得很好 我们先进survey了 survey的结果是 你满意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吗 对我来讲是意料之中的答案 满意的只有7% 不满意的高达40% 没感觉的53% 龙哥对于这样子的结果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这样子的预算案 花这么多钱的预算案是没有感觉的 龙哥你怎么看 我想我觉得我们就不能怪观众 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政治已经太过灰心 跟异性懒散了 那对于这个政府 做出的各种 就算是善意 就算是好 就算制定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方向的 都民众都已经是不相信你了 这个都是自己造成的 也不能讲是民众 这么一直这样的样子的 我们做了这样多东西 你们又没有去 appreciate 就会去发掘里面的商机什么这样的东西 那最主要就是 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取信于人民 在这个蓝图或者是政策里面 它可以做到很好 写到很漂亮 但是它执行起来 大家心里面都有数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给大家一些意见说 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些希望的 不只是对自己的家庭 尤其是像现在的情况这样 这个政策 如果它可以很美好的 或者是至少它可以执行的话 那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复苏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有好几个外围因素 是对我们的国家是好的 我总觉得明年 如果没有那个疫情 突然间变种 突然间又来个掉大这样子 导致很多人死的话 国家能走入经济复苏 其实是止热可待的 这个是无容置疑的 只是它在执行上 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 吸引到更多的外资 那个就可能有一点保留了 美香呢 好 我没有补充的 龙哥讲得很好 这个完全就是龙哥的专场领域 所以没有什么好在为龙哥补充 下一个问题是你比红律师可分析一下 为何华应小拨款只签1200万那么少 其实本来每年都不多 去年好像是1500万 如果真的是1200万 我还没有深入去看 所以你说1200万我自己是有点讶异的 为什么它还减少 如果它还在减少 就很明显 它要把钱花在刀口之上 它的刀口不是说要发展国家的刀口 它的刀口是它要取悦的选民的刀口 所以华应选票其实对于这个95%是单元种族的政府来讲是不重要的 因为他们像我刚才所说 为什么他们大走极端 包括低骂的课题 就是因为他们要收割这些 所以这次的预算 你看它的取向也是很明显的 各种各样撒币的动作 这些撒币的动作就是要面向他们最大的投票群体 他们最大的票仓 他们已经target了我要取悦哪里一部分的群众 然后要征税 要向哪一部分开刀 已经是很明显的 如果这就是我一直在痛心疾首 沙比利政府上台到现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每一个动作 包括成立三个特委会 每一个动作 包括现在的财政预算 都是未来界大选在筹谋 在筹算 他已经在计划者下届大选要怎样赢了 但是我们的西蒙还没有看到 他还在梦想 我们欠了MOU 沙比利会给我们好处 会来大改革 会促进马来西亚的发展 这个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 龙哥您怎么看 对于伟翔的这个看法 的确是还蛮多人 认为西蒙是中计了的 他中计之一还要去跟人家去做嘉义赏的一个工作 的确是让伟翔重心疾首 我之前没有太多的一个补充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了 就是郭余亮大哥每一次都没有错过我们的 真的谢谢余亮大哥的支持 他问二位在裁案中把KWSP率从11%降至9%怎么看 龙哥 他说的11%降至9%是什么 是的感谢余亮 highlight这个课题 我真的是很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KWSP如果你有缴纳的话 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财务规划 我自己本身有在修着财务规划的 这种钱 未来钱 你洗得越多的话 有一句广东话讲得很难听 你小心嘴妹过两年 这个的确是的 因为你算算看 你把未来的钱都拿出来用了 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更多的资金 去来支付你老年的一个生活呢 因为你要明白 这个KWSP原本它的概念 就是要给你在退休过后 是享有你或者是至少保留你在年轻时候的一个生活数字 有费用去支付 但是如果你却把这笔钱拿出来过后 没有及时的去填补掉它 那你未来的钱是要靠谁呢 所以这个是先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当政府每一次把11%调至9% 它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要民众去消费 那民众消费就是要刺激这个经济 把那个钱流动得更快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大方向 但是for个人的话 也请你说如果你没有到三穷水晶的那个level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能力的话 可能就少吃一点点的一些昂贵的一些晚餐 还省一点点把它留回给未来的你好吗 就11%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劝告 因为我们的确拿了太多未来钱来用了 连EPF也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说 你们就不要拿太多这个未来钱 它也不能依政府吗 说你不能这样子一直开那个水喉 让民众一直去拿自己的这个未来钱 去用掉它的 这个是很 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讲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可以接这个平台来呼吁 来跟大家讲一下 毕竟我不是在EPF里面 也没有在政府机关里面 真的是猴猴地抬举几个嘴美国两人 那一块钱你复利起来是很厉害的 其实于亮大哥讲的就是强迫缴纳比率从11%降至9% 所以你每个月少缴2% 他这样子做的原因 本来去年已经做了的它是延长 延长多半年 他这样子做的原因 目的是要给更多钱在市场流动 因为市场很低迷啊 没有钱在外面花销 没有钱在外面转动 像龙哥刚有提到经济学 一块钱你丢下市场转 它可以转成10块100块 这样子的情况出来 所以他要鼓励你花钱 所以他可以给你比较少放 但是EPF的利息其实是非常高的 你看现在定期存款才2%多 有时甚至一点多% 现在的利息非常非常的低 为什么政府把利息定得这么低 就是因为有一个叫OPR 就是隔夜借贷利率 我们都一直在下跌 现在好像才一点多%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我们的利息这么低 它利息低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拿 不要存钱你拿出来花钱 但是在利息越低的情况 就越证明金钱为王 这个钱是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要调降至9% 其实你一样可以给11%的 EPF一样可以给多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的目的 因为从这里我们也侧面看出 我们的经济确实是很糟糕 所以政府要叫人民拿钱出来花 不止政府大傻币 他也要我们人民来傻币 把钱拿出来花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好就是这样的 我们等一下给龙哥做一个总结 毕竟今天是我们龙哥的临别秋波 希望龙哥之后也会回来我们的直播间 等他比较宽裕时间一点之后 在把总结交给龙哥之前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短短的影片 就是金调最新推出的S5按摩 现在是推介 还没有真正推出市场 所以他给了超值的优惠 55%折扣 完全3D的按摩 几乎跟人的按摩是没有差别的 还有是全智能的按摩 折扣55% 原价17900多 现在只要7900多 还送你一台健身脚踏车 价值2000多块 非常值得 两年的warranty 额外多一年的warranty 总共两年 还有三年免利息的分期付款 所以想要购买 可以联络012-580-5026 或点击我们直播下面的链接 我们看一个短短9秒的影片 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龙哥 我自己也很伤感 龙哥你为什么抛下我 我们一起开疆拓赌的 先看影片 好 马来西亚华语语流里面的评论界 我相信是数一数二了的 他的YouTube等等的东西 我本身都有去观赏过 非常的激动人心 甚至可以有很多启发的一些言论 跟一些想法 有时候在政治上想不通的时候 去看看他的视频 的确也通了一下 这个不是夸奖的 这个的确是 尤其是他在讲解 西蒙的分析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多的内幕 或者是一些很道地 很仔细 可以这么说 仔细 很入微的一个论点 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 ignore掉的 或者是我们看不清的一个事实 我本身就希望这个iLife 爱生活面子书的直播 正经八百 讲人话的可以常做常有 从开播到现在 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一些 评论人的加入 当然目前的尾强 还有这个幕后的华哥 他们都是非常的 劳高功苦 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来推动这个节目 甚至让这个节目的人数 不断地滚动 滚动到200万的人数 在观众也非常有 忠实的粉丝 不断地在守在 这个comment 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想法 一些启发 也感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一个支持 还有赞助商的一些支持 总结就是 我们始终对生活 还是要有希望的 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的恶劣 我始终相信 希望还是会在明天的 感谢伟翔 还有感谢各位观众 谢谢你们 感谢龙哥 龙哥真的是我们的 这个平台 我们这个节目的正三之宝 像你看我们现在 红地龙哨谈十四 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 一开始的节目名称 后来做到第三季 我们改名谈十四 说人话 因为也加入其他的 主讲人 所以谢谢龙哥 真的希望龙哥 以后还可以回来 龙哥抛下我 没有了 以后会跟你把酒问 今天一起喝低妈的 我们 好 龙哥 那我们今晚就到这里了 也祝龙哥 事业顺风顺水了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我们了 好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也谢谢龙哥 这一年多来的陪伴 谢谢龙哥 谢谢